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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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能 讓我遇見你 在我忘了 該怎麼去愛的年紀 像被天使拯救般的幸運 我為你 照顧你 你聰明 還美麗 所以老天 也會 嫉妒你 就算你比別人少了 一樣東西 又何必太 在意 至少還有我 哪怕只要你 答應你的故事 我會繼續寫下去 至少還有我 哪怕只要你 我們手牽著手 去看每一個黎明 每一個黎明 誰電話 是女兒 喂 張隊長 怎麼樣啊 好好好 我馬上就去 怎麼說 怎麼說 他們現在沒找到線索 讓我帶著紫秋的照片 趕緊過去一趟 跟他們一塊找 行行行 照片你有吧 那你趕快去 然後那個 我直接去電台 你們在家等信 咱們隨時電話聯繫 好吧 我去了 走走走 我得去找 行了 我得去 你就別添亂了 你這樣子 病到哪個怎麼辦 沒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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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急有什么用 自己要去找找 他也没法活 在关键的时候 谁都连意不上 这 怎么那么烦呢 夫妻 来了 妈 在哪儿呢 在哪儿啊 好 来 我带你们去 这不是紫秋吗 紫秋 发货了 发货了 我的紫秋啊 我的紫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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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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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差点都见不着你了 妈 你去那边坐会吧 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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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货 发货 对了 是在哪儿找到的 在高速路口被拦下来的 这次你们特别幸运 这孩子要是被带出城了 那找回来可就难了 谢谢啊 太感谢了 真的 不客气 你吃一口吧 我也熬不住了 我去捣会 了 她想了 想吃你了 妈 我不顾 妈 不要 妈 谢谢 不顾 不顾 宝宝 我不要不顾 宝宝antes 宝宝 становится怎么办 母宝宝宝が连辟しま了 妈妈 太鼻子了 喂 喂 听见了 听见了 我听见了 谁的电话啊 我说 谁的电话 找到了 找到了 自己要找到了 好 爸 你说这事愿不愿意 那天爸我要出去 你拦着我呀 你不拦着我 你说你跟我一起去嘛 你就拦你不去 好 杰哥你知道 这一天我怎么过的呢 我真心的 我太难受了真 怨我 都拦我 都拦我 爸 我一世英明 差点就让你给我回来 找了找了 找了 找了 这紫秋都找回来了 我这胸壳怎么还这么多 汪老师 咱们紫秋平安了 你自己身体也要保重啊 太后 紫秋是命大福的 有多少孩子找不着的 是 当时我听到他丢的消息啊 我真是死的心都有 汪老师 我跟你说实话啊 今天这一天 是我这一辈子受惊吓 最厉害的一天 好在孩子找到了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真是 哎呦 紫秋回来了 对对 张老师 不过你 你轻轻点 轻点 我孩子可睡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我都急死了 这邻居都没睡觉 都跟着着急 大家都让我过来看看 看看孩子 我去看看啊 孩子受惊吓了 你说话声音小点 我听说 是你们亲家给弄丢的 别提了 你们那个亲家真缺德 不是他们自己家的孩子 他们就是不上心 这么好的孩子 说丢就丢啊 哎呀 张阿姨啊 这这我们家里已经够乱的了 你你别在火上浇油了好不好 这事情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 我们亲家他不是有意要扔掉这个孩子吗 是不是啊 你这不能这样说 王老师啊 你听我说啊 张芒 你四处倒挺怪累的 消息准确孩子平安 赶紧回去睡觉 你看你还穿着睡衣 你这别满处跑了 来来来来 替我谢谢大伙 那好吧 那好吧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爸 还没睡 哥 妈呢 出去了 你妈说 在家里边憋得慌 要一个人出去走走 已经出去一会儿了 行 您早点睡 我去找一下她 志文 你跟你妈都早点回来 啊 风波总算过去了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花饼充饥 非但吃不饱 还差点捅出天大的娄子 张金芳此时陷入了惆怅 满肚子的苦水 不知吐向哪里 谁不喝飲料 你不喝了 我都能吃了 你就没有喝了 你还开心 我都快要把你来 老爽 妈 我都急死了 儿子 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今天的事对妈的打击太大了 妈以后再也不敢这么自信了 你说咱要是真把人家孩子丢了找不着怎么办呢 怎么给人家交代 妈想想都后怕 要是真是那样的话 你的如心都没法相处了 好了 妈 孩子找到了 妈 都过去了 翻篇了 翻篇了 志文啊 妈 没事啊 志愿也在这儿留的 你说为什么呢 我当然知道了 从小您就带我在这儿玩 是啊 那时候你上幼儿园天天走这条道 对 对 妈就背着你 你背着我嘛 还记着 我当然记得了 哎呦 我最喜欢趴在您背上的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我能走都不走 我就让您背着我 我就赖着 快笑了 你说妈年轻啊 就是半个小时背着都不歇脚 一气儿就到了 现在不行了 妈现在可能连抱一下都保不动了 哎呀 孩子 妈也对不起你啊 让你今天担惊受怕 行了 回家了 走 上来 上来 不行 妈太沉了 养儿子干嘛的 听话 上来 来 那妈今天可就体会一下养儿的幸福了啊 必须的 来 我真上了啊 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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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不沉的吗 一点都不沉 哎你妈呢 一点都不沉 你就是这么飞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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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妈啥子吧 我跟你吓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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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了 哎呦 哈哈哈哈 哎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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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哎呀 晚安 嗯 起来了 你不多睡吧 睡这么早 哎呀 都想睡啊 怎么都睡不着 哎呀 我天 手都软了 哎呀 刚才叫那个 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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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吃早点了 爸 妈 早 诺欣 赶紧坐下 吃早餐吧 嗯 不了 我还有事 我上班去了 妈 妈给你带着点 妈 真不用了 您别管我了 你们吃你们的吧 我先走了 那您慢点啊 妈 你别愣着 赶快趁着吃吧 啊 我看出来了 这种心还是在怪罪我 多心了 您大早急着赶着去法院啊 别那么多事 现在值得后悔了 我早跟你说不让你得瑟 不让你得瑟 你非是不停 现在好了吗 这紫秋现在是找回来了 这要是万一真的被别人拐走了 我们怎么跟亲姐交代 行了 没完了你啊 我愿意啊 我愿意韩总听我 我不没孙子吗 我也有孙子 我妈人孙子干嘛 我有毛病 我心里就够难受的了 你妈没完没了的 你怎么着逼我去跳楼 怎么着 妈妈妈妈妈妈妈 没事啊 别别别没事 子秋都找到了 这件事就过去了 打住 画上句号了 千万别往心里去 吃饱了 吃饱了 妈你说你今天能不能请个假 妈 陪妈半天 我想让你陪我去你老丈人家一趟 子秋东西还在这呢 我得给她送回去 干嘛 你又打算惹事 我惹什么事啊 我得跟人家道个歉去啊 你怎么这么想我 我惹什么 这样 妈 东西呢我帮您送回去 您就没必要去跟她道这个歉了 好吗 不行 志文 咱是讲理的人哪 我把人家孩子弄丢了 让大家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我不去陪你道歉这不行啊 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 为这件事您还特意登门给她道个歉 您不觉得很怪异吗 不道歉才怪异呢 你懂不懂点理啊 我说你脑子有毛病 我跟你讲不清了 妈 我跟你讲不清了 爸您劝劝她 这想一出事一出啊 这是 什么事啊这都是 你跟我去 这事你可别找我 我既不会劝你别去 也不会陪你去 我现在可是没脸见咱们亲家 我一想到昨天晚上的事 这后背直发凉 紫秋这孩子是命好有福气 这要是运气差点 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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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怎么样 昨天晚上啊她哭了一夜 可能是受惊吓了 刚睡着呢 那我妈呢 你妈正陪着紫秋呢 别提了 昨天晚上是她发了一夜的火 也难怪啊 她昨天也吓得不清 这时候后来我想想也挺后怕的 后来我们又回来了 这张妈又来了这医疗 你妈那火大得简直是 我跟你说啊 我跟她结婚这么多年 从来没看到她发这么大的火 真是的 这张妈也是 你说她真逗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啊 你跟她 静跟这添乱 其实我婆婆她也挺难过的 我现在家中间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闺女啊 这事呢过去就过去了 都别往心里去啊 谁愿意出这事呢是不是 我看这样 咱们找个时间呢 两家碰一碰 把话说开 这事就过去了啊 嗯 如馨啊 爸爸是希望啊 你以后跟婆婆 跟志文呢 这日子往好了过啊 遇到什么事儿 咱们往好了努力啊 那两家都开开心心的 是不是 这是爸爸的心愿 我知道了爸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妈妈在屋里啊 你去 你去 对对对 如馨 闺女啊 跟妈说话注意点啊 我知道 我知道了啊 嗯 妈 还在生气呢 生气啊 我哪敢生气啊 我哪敢生张金方的气啊 行了妈 人家也不是成心的 我说她成心的了吗 这要不是你二姨得了重病 我能把紫秋交给你 我就走吗 紫秋不已经找着了吗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行吗 妈 你就别再计较了 计较 这些哥在谁家都得计较吧 这把一个大活人丢了 能不计较吗 妈 你要这么想啊 她是我婆婆 以后我们还得在一块过日子呢 你就别让我为难了行吗 来 怎么了 怎么了 那张老来到门口又不那个 什么了 没什么呀 怎么了 妈 这边 你们怎么来了 那个 对了 你 你没上班啊 我过来看一下紫秋 有点不放心 那个 你妈在吗 在在在 进来吧 进来坐 妈 妈 我婆婆跟志文来了 就在客厅呢 她来干嘛呀 人家把孩子弄丢了 心里过意不去 过来道歉来了 用不着 行了 妈 我知道您是最同情达理的 那就算给我个面子 如馨啊 今天这个面子 妈真不能给你了 对不起啊 她是我婆婆 以后我们还得在一块过日子呢 你就别让我为难了行吗 再说了 您曾经教过我 您说有理不打上门课 行了 我欠你的 走吧 行了 来 那个 好 那一字去 谢谢 亲家 你这是不请自盗 让我们受宠若惊 坐吧 坐吧 哎呀 哎呀 亲家 哎呀 说实话呀 我今天真是没脸上门啊 你说你那么信任我 把紫秋交给了我 哎呀我太大意了 太不应该了 这让全家人虚惊了一场 受得太奇妙淡险了 我们这不是一般的经兆了 昨天晚上 我一晚上没睡着 就担心着我们家紫秋 我们家紫秋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对 肯定啊 肯定必有后福 有福 亲家 亲家 别这样好不好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我理解 你别现在说你不看我 你不拿好眼看我 你就是打我 你骂我 我都不能说什么 你就咱干坏事了嘛 是不是 所以说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一定原谅我 我跟你赔礼道歉 我今天就是来 成心来的 赔礼道歉呢 再说了 这事换在谁身上 谁也受不了啊 你要是我啊 我也得气死 你说的太容易了 我们差点这辈子 见不上紫秋了 你知道吗 妈 差不多就行了啊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这是个意外 你没看见 我婆婆昨天那个 脸色都变了 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也不希望 发生这样的事啊 不希望出事 不是也出事了吗 我就不信了 要是她的孙子 是她的孙子 她能把她弄丢了吗 好 妈 那个 我妈她 她昨天刚下火车 着急忙慌的人 也没睡好觉 有点上火 知道吗 知道吗 你理解 妈 死车应该差不多该醒了吧 旁边没人呢 你过去看一眼吧 对 那您许 然后我带我妈也回去 改天我们再来 改天改天再来 改天 行 那我送送你 我送送你 那不好吧 就这么 没事没事没事 是吧 妈那您 亲一讲 不是 那 行 那再这样 你看看紫秋醒了没有 我还要瞅她一眼 瞅什么呀 我告诉你们 离我孙子远点 妈 你别我明白没了啊 怎么了 我说几句怎么了 不行吗 你知道我死了多少细胞啊 告诉你们 我昨天没被吓死 今天能站在这儿 算我命大 妈 那个 要不你们先回去 那个我下次带紫秋一块儿过去玩 先回去吧 干什么 入兴 你闪你妈是吧 你向着谁呢 你跟我说说你向着谁呢 怎么了我 我明白了 感情你们是一家好 要不你那个大房子 怎么你妈就没住上一天呢 人家到心安理得地住在哪儿 别忘了我如星 这大房子是你买的 妈整天担惊受怕 怕你在里面受气 怎么你今天还站在他们那一块儿了 够了吗 说说 没了没了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扯那么远啊 这几天还行不够累啊 你赶紧 就接着吧别说了 咱们走吧 你别别这样 走了 别乱我 臭不要脸 谁臭不要脸啊 没有办法 说谈了 说谈了说谈了 那行 对对我小明 我天哪 我可实在是听不下去 亲家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叫你女儿买的大房子 我儿子他不挣钱哪 我说你一个教育工作者 你有没有点基本的常识啊 只要他们结婚了 他们在婚姻里面 那财产就是他们两个人的 退一万步说 就是我儿子他他不挣钱 他什么都不是 他就是个大白给 但是 不是你女儿愿意呢 他愿意养着他 那你有什么办法 你又能说什么呢 我住谁家 我住我儿子家 我天经地义 对了 你还说我给如心气瘦 你问他 我什么时候给他气瘦了 如心你自己说 我对你怎么样 当时我儿子在你们家 都是经常受气 你把他弄得 跟个小蒜似的 支支来支支去的 对了 还有 你那个儿子 不争气的那个 什么优手好闲的儒胜 一天到晚能麻烦我们 我们儿子 要钱 什么事都不干的 说实在的 我都没说话 我一直觉得 咱们是这个 亲家关系 是吧 那就是一家人 分得那么清楚干嘛 今天你 你是来算账吗 谁再说清楚 你要这样的话呢 我也跟你说说清楚 咱们把这些 好好摆着摆着 到底是谁欠谁的 谁占谁的便宜了 谁 谁给谁气瘦了 咱们把这双声牵住 行不行啊 行 干什么呀 行 我没说 亲家来了 洪英哪 你到底想干什么嘛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那是意外是意外 谁会成天把孩子丢掉啊 子秋不是找回来了吗 这是皆大欢喜 我说你 你还有完没完吗你 你 你 亲家我 真不好意思啊 那个 那个 爸 子秋东西我们都搁在这儿了 然后 给你们买了些水果 我们先走 改天来看 你们 那 走啊 走啊 妈 你怎么回事啊 没忍住呗 你说她说那话 谁能不知声啊 什么叫她女儿买的房啊 那你称什么了 咱 我跟你爸都称什么了呀 你说我要不知声 那不就等于 咱默认了这个事实吗 爸 你 你知道你 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叫功亏一亏 你前面表现都那么好 你 就最后这一哆嗦 你怎么就忘了咱们来的 最高任务了呢 咱是来道歉的 毕竟孩子是咱们丢的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我话都说出去了 怎么 那那 怎么 你再 再回去 再回去 慢了吧 赶快回去啊 这边 你快回去看看吧 你快回去看看吧 啊 啊 我 直接回家啊 啊 知道 啊 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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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跟妈道歉啊 算了吧 正在气头上呢 别越描越黑了 别别别别别别太急了 因为我妈刚才太急了 才说出这种话的 你别怪她 我哪敢怪她呀 只要她说出来 祝福就行 别憋得心里难受 不 我没事 真没事 你看你看你看 你这么说你就还怪她呢 她那些话让我觉得好像 我嫁给你 让你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是不是我天天没事就欺负你啊 把你当牛做马 还有我那不争气的弟弟 有事没事也去麻烦你 赖着你 好像说的我们家人 就就 就有点死皮赖脸的意思啊 是不是你妈心里一直 都看不起我们家人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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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真的没有 在进你们家门之前 我还特意嘱咐我妈 我说不 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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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得记清楚 咱们今天是来道歉的 忍住 有话咱好好说 这不是后来 你说心里话 是不是你妈 我在说的有点过 所以 这才争起来的 咱们就别讨论 到底谁说话有问题了 其实说句心里话 我们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我自认为我为这个家 为你父母 已经尽心尽力 为心无愧了 你觉得呢 那我 我这些年来 怎么对你 怎么对你父母 对业家 你心里也有数吧 我当然有数 你放心 以后该怎么做怎么做 我这个做儿媳妇的 也会尽好我的本分 才好 那行 那我还有事 我回所里了啊 妈 你别让你们闷着好不好 妈知道吗 那给你丢人了 妈那那脾气嘛 有关的 你吃点水果 嗯 嗯 你们吃吧 我赶稿子呢 我吃了 你还记不记得前一日子 我跟你说呢 小不忍则乱大谋 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样好了吧 你满意了吧 还等天亮 还等什么天亮啊 我看这天就是压根就亮不了了 你都知道 我是诚心诚意去道歉的 谁知道他那种表现呢 得理不让人呢 你就可以张开嘴胡咧咧 你说那些话的时候 心里是痛苦 可你显过如心的感受没有 我知道了 所以我现在才烦呢 现在知道烦了 从你带紫秋出门那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劝告你 要忍忍你的性子 忍忍你的性子 结果你就会吸过心的 忍忍你的性子 引出现在这个局面了 本来他们以前的心结 都是活的 马上就要解开了 可被你这一折腾 全程死结了 金方了金方 你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啊 你这话说的你就过分了吧 谁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过分 你说你 我跟你讲 你才成事不足 你要是养个好儿子 是吧 我平时要敢 咱能这样吗 对人家 我跟你说 那种场合你是没看见 你要在的话 你也忍不住 你要能忍住 我脑子摘下你 什么谁的态度啊 你根本就没在场 你就不了解情况 你没听他妈说那些话呢 我天哪 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会儿你来劲了 你找干嘛 那你干嘛不去啊 我去你 干嘛不去 你要去你 你还不容我的表现呢 王老师 你也是有文化的人是不是 你怎么能说出这些话呢 我说出那些话就没文化了 叶主任 不是的 红英啊 我跟你结婚几十年了是不是 我们都没红过脸是不是 你说出这些话 你有没有为女儿考虑 我正是为女儿考虑 我才这么说的 人家亲家是上门来道歉的 你看你们俩闹成这样 你说说啊 这 这如心以后在他们家里边 这日子怎么过 该怎么过 还得怎么过 出了那么大的事 他张金芳一句道歉就完了 告诉你 没完 行了 叶主任 你你坐下 坐下 那这个天你累不累啊你 红烧肉不错 我爱吃 行行 儿子 你等一会儿就入心 我现在没回呢 刚打电话了 那什么加班 会不会的 你别甭愣着了 你赶快吃吧 这玩意儿啊 那天我在他们家说那些话 是不太应该 你爸也都批评我了 但是我真不是冲着如心的 你说他不会真的还是 不会 您不要紧 什么都不会 你爱我这这海 不用愁饭 好 一个未必说的全错 一个未必做的全对 如心最难过的就是 五年的真心相待 可自己却终究成了个外人 在梦里面 伤不起啊 伤不起啊 伤不起 和你内心和低血 在幸福如亲密的封闭的堡垒之前 不要再遇到你 冷战的可怕就在于 两颗心一直在触顶 却无法反弹 大因牺牲般的压力 把心门都给封住了 母亲的话的确杀伤力太大了 柳志文 举足无措 我全部用来陪你 到老的那一天 这暗里爱情之糕点 老二 走了 来 下单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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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哥 我走了 我走了 黄老师 别生气了 喝完银耳羹 是我不好 好不好 我那天哪 不该埋怨你 行了 怎么扯你那儿去呢 哪跟哪儿啊 这事儿没意思 不谈 我是这样想的 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是不是 如今和志文 他们往后的日子还要过好 不过 这事情 我们得要找个机会啊 把这个面子给挽回来 怎么挽回来 我跟他都吵崩了 当然是我了 我们家里不是发生任何事情 都是我出来灭火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等你呗 不是说了吗 我一忙起来就没点 不用等我了 没想到 吴远洪的这个案子 材料会那么多 我整理到现在都没整理完 别找借口了 这么老堵着妈也不是个事 是不是 我知道你不高兴 你不高兴 你冲我 你发出来 是不是 你总比你能闷着墙啊 我没有啊 你 行 你没有 你都特正常 我 我不正常 我理解错误 我不体谅 对不对 行了 别再说了 我真挺累的 体谅一下我啊 赶紧回去 洗洗睡吧 我妈再给你盛碗粥吧 嗯 不用了 我吃饱了 嗯 嗯 谢了 妈 怎么了 如新 这是爸之前那房子的钥匙 我放这儿了 志文之前想要如胜去住 可他不想去 我想了想要不算了吧 如新呢 那天妈到你家说那些话 不是冲你的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妈 还有 这房子重新装修过 可这装修费呢 是我妈出的 您可千万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啊 您放心这钱呢 我一定会如数地还给我嘛 那个 因为 把房子借给如胜的事 我已经跟爸妈都说清楚了 其实我提房子装修的事 是因为这房子 你看空着也是空着 要不租出去吧 反正已经装修过 这户型啊 位置都不错 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啊 当然最后由你们决定 行 那你们先吃吧 我还得去法院呢 志文 那我不送你了 你自己打车去吧 我不要 不要 这玩意儿 请我给你岳父打个电话 啊 啊 你只能在梦中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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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末一劫 为了爱沦陷 突破爱情的防线 换你一个蓝天 再没有笑颜 断的感情线 再掌心抚远 再眼神到永远